各位麦子学院的网友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Bootstrap对表单的支持 那接下来我们看为表单孔件增加额外的小额外的小图标 那找到我们的这个中文网站 找到交易状态往下拉 这有签加额外小图标 大家把这些文字聚起下去可以看一下 那效果呢就是在我们的孔件上 我们经常能看到在这个表单孔件里边 右边经常会有一些特殊的图标 那Bootstrap呢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支持 那怎样使用这种图标呢 那其实这一段代码将来大家可以复制 那我给大家简单的写一下 好我们还是复制一个demo01吧 Copy 看到这叫demo05 这Field和Legend就不要了 只留一个孔件就行了 好这是一个文本框 那么在文本框怎么加入这个小图标呢 首先我们这给一个hasFeedback 首先我们在外层的DIV上加一个hasFeedback 因为这需要它对小图标进行定位 然后呢我们需要在这个imput的后面增加一个spy标签 好复制一个 复制一个spy标签 复制一个spy标签 然后记住这个文本框要用form control 复制一个图标签 好用心一下 好忘了保存 刷新一下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在文框右边就一个图标 那到底有什么图标可以使用呢 那下在下一章里边有啊 那我们找到这个文档往上走 找到我们的组件 组件的第一项就是自起图标 那自起图标你看你想用哪个图标 比如说我要一个眼睛对吧 你就把眼睛这段文字复制一下 Copy Copy到什么地方呢 加到这儿 在这个spy标签上增加 Ctrl位 好保存 再运行一下 好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什么呢 眼睛图标 文本框上就出现眼睛图标 所以记住两步 第一步呢 我们在这个form group后面 也就是在我这个d位上加一个has feedback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文本框 在我们表单空间 后面加一个spy标签 spy标签上我们一起加这个图标样式 但是别忘了还要加一个什么样式呢 form control 等于feedback 所以大家记不住的时候怎么办呢 可以参考我们这个文档 稍等我这电脑有点买 好我们找到表单 表单里面找交易状态 往下走 这地方有这个例子 然后照毛画火 大家只需要换的就是这段内容 好 这是给大家讲的 在表单空间上加入什么呢 小图标的方法 那么接下来再看如何控制 阻礁的大小 那这个文档呢 也给我们有一个例子 注意 这地方呢 有这么多文框 注意看 大小都是不一样的 它们使用了什么样式呢 注意看 在第一个上 我们加了一个inputLg 那第二个呢 没有加是默认的大小 第三个呢 是sm inputsm 然后呢 select 注意 这个inputLg和inputsm 不只可以用在文本框 也可以用在我们的 select标签和textarea 这些标签都可以使用 好 那我在这 加个DIV吧 好 不做样式的 直接放上去 inputLg 就像 其实它这个大小 只是设置了这个文本框的 间距啊 边距啊 来改变了这个大小 这是 这个大的 这是小的 这是正常的 这是下拉框的 下拉框的什么呢 大中小 我们再看 其实控制这个 文本框的大小 我们也可以用 借助于我们的山根系统 也可以来控制 那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吧 这个我们也试过了 这条不错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你看 这个form group 这个form form group 指定了一个form group 垃圾 在这个里边 相当于上面 上面这个form group 垃圾 然后底下定义了 这个DIV的列是 SM占实列 一定是注意看 累着这个文本框 要给它一个form control form control 就是里边这个文本框会占满外面这个容器 当然这里边这个文本框就占满了什么呢 小屏幕10 10格的这样的大小 这样我们也控制了这个什么呢 孔架的大小 这地方一个form group 垃圾和form group SM 就是控制整个这一块区域的什么呢 一个大小 其实它也是做了接距的这个控制 那调整列的尺寸 怎么调整列的尺寸呢 我们这接住一山格系统 注意看 接住一山格系统 这是一行 行里边呢 注意看 第一个我们占了超小分阅率底下两格 那里边这个文本框呢 它占满 占满容器 那就占满我们这个两格 和上面是一样的 还是思想还是用的 还是用的我们这个用山格系统来定位这个什么呢 文本框的大小 好 简单给大家写一个 那比如说我们这给个DIV class form group 好 然后我们这给两个文本框 这地方你可以给DIV class row 一行 那第一个DIV里边呢 class call SM 小分辨率底下让它占三格 让它占三格 那这里边给个文本框 input type text 电话也行 然后这给个class form control 一定要让里边这个文本框 占满外面这个容器 Ctrl C 这边呢 占上6 两个电话占6 一个占3一个占6 这样的话它占三格 它占6格 也控制了这个文母框的这个大小 所以 也自适应的 好 这是我们控制组件大小的一些方法 那最后看一下辅助文本 那boostrop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样式叫 叫help block help block help block是整个占一行 来提供一个文本 是用块状来提供一个什么呢 文本提示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标签呢 它是一整块 一整块 相当于整个我们这样一行 这样的一个文本提示 它占了整个一行 就做了这个事情 再没什么 好 boostrop呢 对我们这个表单样式的控制呢 简单的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那大家对这个熟悉过程 还是要把我们这个文档 这个表单从这儿到这个地方 详细的什么呢 都看一遍 把这边的效果 然后自己代码都敲一遍 才能熟悉 所以boostrop虽然很简单 但是我们要熟悉 它里边定义的一些样式 以及样式与样式界的配合 大家熟悉这个过程 好 这一节呢 boostrop对表单的这个样式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好 谢谢大家